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巴雅居 第2376集 清语令福 他倒是聪明 知道自己死活 全在杨开一念之间 虽说他与变雨晴的战斗 杨开并没有插手 但如果他能说服杨开留自己一命的话 相信变雨晴绝对杀不了自己 而且刻意点出自己的出身 也是想要杨开有所忌惮 好歹断月门中也有一位帝尊敬的强者 他哪里知道 杨开压根就不知道断月门是什么玩意儿 南域广袤宗门无数 杨开怎能将整个南域的宗门都了解清楚 不过就算杨开知道断月门 恐怕也不会放在眼中 他如今所接触的 都是各大狱的顶尖宗门 连那些宗门门主在他面前都不敢大声说话 连立脚和弥天都被他坑了25亿上品言经 区区一个断月门又算得了什么 杨开咧嘴一笑 要杀你的人又非本座 与本座求情有何用处 那中年男子听了 面色绝望 知道杨开这是不会放过自己了 只能转头中便宇经的 这位大姐 你死了一个弟子 我两位师弟也死了 不如大家就此罢手如何 在下会跟你赔礼道歉的 做梦 便宇经咬牙 美眸赤红 仿若发了疯一样 体内原力超时一般的倾斜 一副是要赶尽杀绝的架势 中年男子大怒 我跟你拼了 说话间 勉力催动一层护体原力 长剑竖在自己鼻前 并只在剑身上一抹 张口知己 一大口精血 不要命地喷了出来 剑身陡然污名 似乎随时都会冲天而起一样 弥漫出 几位凌厉的剑衣 辩护法可要小心了 杨凯眼帘微缩 淡淡地提醒一句 不过并没有要插手的意思 对付这个中年男子 杨凯随便就可以击杀 但报仇这种事 还是需要自己亲自动手 其实无需杨凯去提醒 便宇经也知道 这中年男子要拼命了 神色一速 双手一合一拍 口中低喝道 分 话落 那手镯秘宝竟忽然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四分为八 眨眼功夫 满天都是变大的手镯 四面八方 齐齐朝中年男子轰杀而去 每一个都逼真至极 仿若真的一样 弥漫了极强的气息 不过在阳开看来 却知道这些手镯 只有一个是真的 其他的全是虚影 这秘宝倒是不俗 当然也仅仅只是在道元级的层次中了 中年男子乍一剑这变故 眼神一乱 颇有些不知所措之感 不过很快他便守住心神 争宁的 便是死 你也别想好过 剑光一闪 人剑合一化作一道流光 穿过那重重灼影 朝便宇卿袭袭袭袭杀而来 面对这雷霆一击 便宇卿竟是不闪不闭 直迎而胜 同时在意念的驱使之下 那漫天卓影都朝中年男子砸去 一道道卓影砸下 中年男子毫发无声 反倒是那些卓影碎裂开雷 这些毕竟是虚影 并无什么杀伤力 两人的距离陡然拉近 眼看着便要正面交锋 中年男子神色一喜 长剑朝前刺出 吃的一声便与情身躯一颤 那长剑直接吐胸而过 强忍着钻心的疼痛 便与情面色猙獰 口中抱贺 死 话落之时 一个手镯砸在了中年男子的脑袋上 哗啦一声 仿佛西瓜被砸开 红白一撇 剑射虚空 虎头尸体晃了两晃 忽然从半空中跌落 而便与情也是身形一颤 手捂在胸口被刺出 亮呛了一下 一张口 英红的鲜血便喷了出来 微风浮动 杨开忽然出现在他身边 一手拖住了他 皱眉倒 何以摸死他 何必这么激烈 刚才那情况 便与情绝对占据了优势 而且有自己在旁掠阵 只要多耗费一些时间 他就能付出极小的代价 甚至毫发无伤的斩杀对手 可让杨开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选择了一种两败俱生的打法 中年男子固然被杀了 他的胸口处也被刺了一剑 这伤势不可谓不惊险 稍有不适 他便先死了 便与情擦了擦嘴角 自嘲一笑道 可不是只有你们男人有血性 杨开默然 便与情估计是对酷五心有愧疚 所以才宁愿拼着受伤 也要赶尽杀绝 斩杀对手 这确实是一种血性 现在心里痛快了 杨开问道 便与情摇了摇头 并无丝毫报仇之后的快感 反而神情极为落寞 碧玉宗没了 他一直与寇武相依为命 如今连寇武也死了 只剩下他孤家寡人一个 忽然对未来产生了一种迷茫 先疗伤要紧 杨开望了一眼 那透胸而过的长剑 微微皱眉 若非他关键时刻 偏移了一下身子 这一剑可能真的会要了他的命 并非杨开无法出手救他 只是杨开知道 这一剑杀不了他 所以才袖手旁观 这伤势若不及时处理 或许会有隐患 便宇晴又摇头道 先收拾客武的尸骨 这外面有许多野兽 杨开叹息道 何处 便宇晴指了个方向 杨开伸手揽着他 身形晃动正要走 便宇晴忽然道 他们的戒指 杨开伸手一招 下方便忽然飞出了数道流光 三枚空间戒连带着另外两人的秘宝都取了过来 这些道远镜武者的身家 杨开虽然看不上眼 但对便宇晴来说 却是一笔财富 自然不能轻易放过 随手抛给了便宇晴 这才动身 不大片刻功夫就到了地方 地面之上横乘着一具尸体 仰面躺在那里 不是寇武又是谁啊 不过 确实如那中年男子之前所说 寇武走得极为痛快 胸口致命一见 应该没感觉到痛苦 便宇晴眼圈有些发红 吸了吸鼻子 强忍着酸涩的泪水 脱离了杨开的怀抱 飞身而下 落到地面上 静默了片刻 悠悠道 跟着我也没能大富大贵 下辈子找个好去处吧 泪水终于忍不住 顺着脸颊滑落 弯下身子 仔细地将酷五的尸体 收了起来 放进了自己的空间界安置 杨开默默地观望着 并没有多说什么 直到便宇晴收拾完毕 飞了上来 他才带着他朝附近一座山峰赶去 神念扫过 灭了一个山洞 进入其中 杨开这才取出几枚灵丹道 装嘴 便宇晴倒也听话 一言张开嘴巴 杨开屈指一弹 便将那几枚灵丹 弹进了便宇晴口中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杨开忽然伸手握住了插在他胸前的长剑剑柄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抽出 便宇晴身子一惊 下一刻才撕心裂肺地惨呼起来 杨开却以病指如箭 在他身上连点了几下 止住了鲜血的流逝 起身道 自己炼化药效并无大碍 转身出了山洞 那几枚疗伤的灵丹 都是他亲自炼制的 其中一枚可是地级灵丹 便宇晴的伤势本就不算严重 以他道远三层镜的修为 再服役自己的灵丹 恐怕用不了多久就能痊愈 半日之后 副手而立站在山洞口的阳开 听到了一阵脚步声传来 回头一看 便宇晴已经换了一套干净的衣衫 走了出来 四目相对 便宇晴的目光微微有些复杂 轻声道 谢谢 往日自己俯瞰的小子 居然一举成长到了 需要仰视的程度 这变化让便宇晴有些不知所措 自然埋了以前的随意 人态反而变得有些拘谨 小时而已 阳开摇了摇头又道 你们弄成这样 或许我已有些责任 便宇晴不解道 与你何干 阳开目光灼灼地望着她 乌蒙川是我杀的 什么 便宇晴浑身一震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过她也明白 你阳开如今的身份和地位实力 根本没必要骗她 她既然这么说 那乌蒙川就真的是死在她手上 碧羽宗的没落 与乌蒙川的失踪 有着莫大的关系 宗主都没了 本来的几大护法 也被乌蒙川杀的 只剩下便宇晴一个 她自然独目难知 没多久碧羽宗就解散了 门中弟子各奔东西 旁人不知道乌蒙川会何失踪 便宇晴却知道 她是在去往遂兴海后出的事 毕竟那前往遂兴海的星印 还是她与寇武从四季之地中得到的 只是乌蒙川居然死在阳开手上 那可是世天大地的后人啊 据便宇晴所知 乌蒙川手上还有一件流传自世天大地的地堡 杨开进入碎兴海的时候 肯定也是到远景 居然就有能力击杀乌蒙川 看样子你并不想替她报仇啊 杨开察眼观色 微微一笑 她在说出是自己杀了乌蒙川之后 便宇晴虽然震惊 但并没有其他的情绪变化 哼 我为她报什么仇 便宇晴冷笑一声 若非她需要一个人替她管理碧玉宗 当年她脱困之后 我早就被杀了 你杀了她 我没什么意见 没意见最好 杨开轻轻点头忽然道 对了 那三个人追你的时候 提到过什么令符 那是什么东西 便宇晴默然了一下 不过还是从自己的空间界中 取出了一块巴掌大小的青色玉佩 递给了杨开道 那就是这个了 杨开接过一看 发现这玉佩乃是轻语雕刻而成 并没有特别的地方 轻语乃是一种玉石矿物 并不算多珍贵 许多地方都会有铲除 炼制一些低级的秘宝的时候 或许需要用到一二 这样一块令符 为何能引起道远镜 武者的厮杀追夺呢 翻到背后一看 后面居然刻了几个数字 三九一二 何用 杨开狐疑地望着便宇晴 这是灵狐宫令符 有了他便可去灵狐宫 秘地修炼 便已经解释道 你多年没回此地 应该不知道 如今的灵狐宫有多热闹 那天地人三大档次的 修炼秘地 每年都有无数人排队等候 我这块令符 也是耗费了全部资产 才从灵狐宫换来的 不过 你要等两个月之后 才能轮到我进去修炼 杨开脸色一黑 惊道 两个月之后 这么多人排队啊 便宇晴道 那你知道 我换的这块令符 有多长时间了 多长时间 半年了 便宇晴道 半年之前 我就换到这块令符了 可是要等整整八个月 才能轮到我 其他 要等一两年的 数不胜数 乖乖 杨开字字称奇 灵狐宫这么火爆 便已经失效到 灵狐宫天地灵气浓郁 便是那最低等的人级修炼秘地 也非一般的小宗门 占据的地方可比的 我们这些人 想要有所突破 自然对灵狐宫 屈之若鹜 不过 没有门路的话 只能排队哭的 杨开道 就是因为这个 那三个人 才要抢夺你的令符 便宇晴道 当然了 你可不要小瞧 这令符的价值 灵狐宫发出令符之后 只认符 不认人 换句话说 不管是谁 拿着这令符 两个月后 都可以去灵狐密地修炼 我当时换取这令符 耗费了我所有的精元 但是如今 我若将这令符 拿到黑市去卖的话 绝对能赚一倍回来 就连那拍卖会上 也经常出现 排名靠前的令符 时间的原因 杨开眉头一挑 嗯 时间越是靠前 令符就越值钱 风林城黑市 炒这个都炒疯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 想在那里 寻一块令符呢 杨开点点头 不提这令符本身的价值 就是他两个月之后 能让人进入密地修炼 就足以让很多人 争破头皮 便已经应该是 不小心暴露了 这才引得 那段月门三人追杀 多年不回这边 没想到 此地的变化 居然如此之大 那你这令符 能进什么档次的 密室修炼 杨开想了想又问道 白玉令符进人籍 清玉令符进地籍 至于那最顶尖的 红玉令符 自然是进天籍 便宇清解释道 天籍 可不是我这种人能进的 那地方 连许多地尊境都想进去 以便宇清的资产 自然没法竞争 在地级呀 杨开喃喃一声 若有所思道 你是想进入其中 看能否突破地尊境 便宇清微微一笑道 总要努力一下吧 虽然希望不大 他对自己都没有多少信心 杨开估计 他就算真的进了 地级密地修炼 只怕也无法突破地尊境 武者修炼 心态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微微沉饮一下 杨开道 走吧 便宇清问道 去哪 去灵狐宫看看 我已经好几年不回这边了 看你的样子 对灵狐宫似乎很熟悉 给我当个导游吧 便宇清汉守道 嗯 也好 杨开地缘一催 裹着他便朝灵狐宫所在的方向持去 却没有将那清余令符归还 便宇清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没能开口讨要 杨开若真的有意抢夺 他这清余令符 便已经根本留不住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八亚居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音乐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